演艺圈的同行出道的有很多 例如是小龙 杨幂 杨子 张艺珊 而李小萌也是之中一个 之前在片子里面扮演逢巩的女儿顾小文 之后小有名气 我们知道李小萌从出道以来都是清纯可爱 形象是人 一般不拍亲吻戏 曾说过亲吻之对最爱的人 他的爱人就是男艺人王雷 对于李小萌和王雷这对爱人 大多数影迷朋友不会感到生疏吧 王雷李小萌为我们广大观众 带来好多口碑叫好的片子 艺人李小萌更是凭借清纯可爱的形象 在影片中扮演好多观众非常喜欢的角色 形界把剧中的人物演绎的淋漓尽致 现在获得众多观众的喜欢和支持 在金涛导演的电视中李小萌 把一个凶厚的小女生形象表演得非常到位 表演精湛 这是他与老公王雷合作的第一部戏 两人因此结缘 相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爱情之旅 在恋爱长跑多年后 两位有情人在北京结婚了 因为至李小萌不喜欢王雷拍亲吻戏 王雷便向他许诺从此不接亲吻戏了 王雷有多爱李小萌 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来了 二人了解相恋多年 从朋友变成夫妻 李小萌常常说自己拥有的是一个知心伴侣 2017年 他们的爱情结晶儿子出生 并且在生下儿子的当天 他悄悄给王雷买了机票 把他撵回了剧途 因为他希望老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 对于爱人的工作 自己作为老婆 应该给予理解是迟在现在网络为王的时代 他们俩夫妻却依旧只注重演技 加强自己的能力 靠实力说话 不吵做自己 实在让网友们感觉到振奋 如今夫妇二人的演艺事业是风生水起 他们的孩子已经会走了 即使已经成为母亲